大家好,我是Dane IDOL七年魔咒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吧 韩国IDOL们签约一般都是签七年 而在合约到期的第七年 很多团体都会面临解散成员退团 而让粉丝们都非常伤心 所以今天就整理了一下 2021年合约到期的十组K-POP团体 第一,K-7 2014年1月16号 以Girls Girls Girls出道的K-7 在2015年拿下首次的一位开始 每次回归都创下了惊人的专辑销售量 在国内外,尤其是海外 真的是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虽然在前一阵子有媒体报道过 超员即将可能会搬到 一边和经纪公司的消息 但是CYP娱乐马上回应 目前正在与成员们多方面的协议中 所以,真的希望K-7能够全员续约 第二,I-G-1 2018年10月29号 以打边罗子出道的I-G-1 虽然不是出道7年次 但是因为是限定团体 所以预计在今年4月份合约到期 I-G-1是从选秀节目出道的团体 对,在出道前就已经拥有了相当高的证明度 而在出道后也横扫了当年的新人奖 也创下了女团专辑销售量的记录 本来,韩国网友们对I-G-1续约的期待是非常高的 但是因为去年发生的produce系列造假争议之后 目前网友们的期待也是变得很低了 第三,APINK 2011年4月19号 以Buraya出道的长寿女团APINK 在2018年就已经打破了七年魔咒 全员续约成功 而在今年成员乔恩吉 跟武汉影出演综艺节目的时候说过 当时续约的时候签的是三年 所以今年4月份就要迎接第二次的续约了 因为当时成员们也都表示过 续约不是为了钱 真的只是因为APINK这个团体 而且成员们之间的关系 真的是跟亲姐妹一样 所以真的希望APINK能继续维持下去 第四,Mamamo 2014年6月19号 以Mr.MMM出道的Mamamo 在2015年UmuA也大发之后 马上就有了2CD的Mamamo 听信Mamamo的称号 在国内外都拥有着非常高的能力 而在之前的一次直播中 粉丝们有留言问过成员们 会不会续约的问题 当时Sola回答 现在要以Mamamo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成员们跟公司再讨论讨论 到了明年应该就能知道了 Bumbi也回答 不是可以简单决定的事情 但是我们之间都很喜欢 所以应该是续约吧 第五,Red Velvet 2014年8月1号 以独特的世界观出道的Red Velvet 以出道曲Hengbo 马上就登上了一位候补 之后在2015年 野地加入后的Ice Cream 拿下音乐节目的一位后 回归的每首主打歌 都拿下了音乐排行榜的一位 在国内外都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本来韩国网友们都觉得 Red Velvet的续约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因为前一阵子发生的Idean事件 再加上去年出道的师妹团 Espa 而让很多韩国粉丝们都非常担心 SN娱乐会不会因此就放弃Red Velvet 第六,Winno 2014年8月17号 以古墓也出道的Winno 在出道不到5天 就拿下了音乐节目的一位 创下了韩国历代男团 最短时间拿下音乐节目一位的记录 虽然在2016年 经历过成员退团的风波 但是人气并未减少 之后发表的专辑 也都拿下了音乐排行榜的一位 而目前对于Winno的续约 公司还没有透露特别的消息 第七,Labum 2014年8月28号 以Dukun Dukun出道的Labum 虽然是中小经纪公司出身 但是在出道不到2年 就登上了音乐节目一位的后部 之后在2017年 也以XX一首歌 拿下了出道首次的一位 但是童年有成员退团 之后发表的歌曲成绩 也不是很理想 2020年之后 音乐活动也是变得非常少 所以网友们都觉得 续约的可能性应该非常小 第八,Loblidge 2014年11月12号 以Candy Jandy Love出道的Loblidge 一出道就以青春风格 收到了很大的关注 之后发表的Acho 更是长达4个月 都进入了音乐排行榜的前100位 大幅提高了Loblidge的知名度 2017年5月也拿下了 出道917天首次的一位 而之前成员吕瑟匠也在采访中说过 成员们都想要持续的维持团体 所以对于Loblidge的续约 粉丝们的期待也是非常高 第九,Tonamu 2014年12月29号 以Gurkruish风格出道的Tonamu 刚出道的时候 虽然没有被收到很多关注 但是透过各个成员们的个人活动后 也开始慢慢的提高了知名度 但是在2019年 成员苏宾拿下了两个人 向所属公司提起诉讼后 2020年一整年 从他们基本上都没有进行任何活动 所以目前来说 续约的可能性真的是非常渺小 最后就是尤加庆谷 尤加庆谷的出道日期是2015年1月16号 所以照理来说 应该是出道7年次的 2022年1月份合约才到期 但是粉丝们应该知道 尤加庆谷的出道日 因为一些事件延迟了几个月 所以大概算一下的话 应该是2021年11月左右合约会到期 而在之前PKT的证券申告书上 也标注了尤加庆谷的合约到期是2021年 所以应该不是11月就是12月 尤加庆谷就要面临续约问题了 续约这个东西 在官方正式发表之前 真的是说不准的 当然粉丝们都是希望 自己的idol能够全员续约 继续以团体留在我们的身边 但是人都是有自己的立场跟情况 所以就算没有续约离开了团体 也是希望大家能继续支持成员个人的发展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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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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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